Hello大家好,这里是咔嚓一下 荣耀50SE已经正式开卖了 相信很多朋友已经上手了这款非常好看的新产品 那么今天我也找来了另外一款 同样是天机900平台的高颜值手机 OPPO RELO6 接下来咱们将在多个方面进行体验探讨 虽然都是高颜值手机 但荣耀50SE与OPPO RELO6整体的设计风格却有非常大的区别 荣耀50SE在产品的设计中加入了很多全新的设计元素 而OPPO RELO6则是在上一代产品的设计上做了进一步的升级 并融入了一些iPhone 12的设计元素 我手里这台荣耀50SE是魅海兰配色 这是一个从荣耀80代就传承过来的经典配色 活力满满充满动感 不管男女都很适合 另外非常抓人眼球的就是荣耀50SE的镜头模组 并没有使用常规的矩阵设计 这是一个双圆环的造型 而且还在上面加入了类似于戒环的设计元素 辨识度非常高 OPPO RELO6的配色叫星河入梦 是此前星钻工艺的再次升级 很有鲜气 但是相对于来说就不太适合男生去选择了 在产品重量上连者相差不大 OPPO RELO6大概是182克 荣耀50SE大概就是193克 不过由于细节设计上的差异 长时间去握持的话 两款手机的手感你还是能够感觉到明显的不同 我们具体来看 荣耀50SE采用的是正面直屏 背部弧面的设计 边角处与背部的过度处理的比较圆润 长时间去握持也还是比较舒适的 而OPPO RELO6采用的是双直面的设计 如果闭着眼去上手 我相信可能会有不少人会以为是iPhone 12 确实手感太像了 两款手机在正面的差异同样也不小 荣耀50SE采用的是6.78英寸的屏幕 屏幕占比是肉眼可见的高 达到了94.3% OPPO RELO6的屏幕稍小一些 为6.43英寸 说实话 两者的屏幕大小基本处于一个水平线 但是如果你点亮屏幕的话 仍然会觉得荣耀50SE的屏幕非常夸张 这主要是因为荣耀50SE的黑边真的是非常窄 左右的黑边只有1.1毫米 再配合这么大的屏幕 感觉满眼都是屏 下面请大家观看一下 两台手机播放同一视频来感受感受 在屏幕素质上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 二者在色彩对比度方面 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的 有的人喜欢软屏 有的人喜欢冷屏 荣耀50SE 和OPPO Reno6都有各自巨大的受众群体 当然荣耀50SE最大的优势 就在于屏幕的刷新率 其采用了120赫兹高刷新率 屏幕采用率也达到了240赫兹 OPPO Reno6的刷新率则是90赫兹 然后180赫兹的采用率 那么毫无疑问 前者在刷微博看新闻的时候会更加流畅 OPPO Reno6主摄为6400万像素 而此次荣耀50SE则采用了1亿像素的主摄 不过数据归数据 具体表现我们还是要来看样张 为了保证公正 我关闭了两款手机的AR和HDR 并且对焦在同一位置 放大来看建筑的边缘 荣耀50SE的超高像素就显示出来了优势 明显比OPPO Reno6要更加清晰 当然高像素的优势 其实主要还是用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条件下 一般普通人来说 还是会用默认的情况比较多 我们继续往下看 现在是逆光拍摄的样张 两款手机对着微微露出的太阳拍摄 其中OPPO Reno6出现了较大的镜片反光光斑 荣耀50SE也有一点 但控制的要更好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 在整体方面它们的色彩都不错 第三个场景 我选择了很多手机容易翻车的夜景 那么先看看两款手机的整体小线 其实画面都是比较干净的 整体色调也都很接近 不过在细节的表现上 两者还多多少少有些区别 我们可以看到 荣耀50SE对外光的表现 其实适应能力更强一些 可以抓起到更多的细节 荣耀50SE对于亮部和暗部的细节展现 也可以做到更好的坚固 而OPPO Reno6相对要弱一些 当然在我看来 这两个手机在夜拍上也都还有进步的空间 测了这个三个环节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还是能感觉到荣耀的手机相机的调教 还是有着深厚的华为风格 其实在这个价位我常说的依然是够用就好 那么现在荣耀50SE OPPO Reno6都能拍出不错的照片 那么也是一种进步吧 其实做此次对比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荣耀50SE和OPPO Reno6都是天玑900平台的产品 所以就更加值得去体验一番 关于天玑900这个芯片 网上的详解已经非常多了 我们就主要来看看它们的游戏帧率 总体来看天玑900的游戏稳定性还是很可靠的 荣耀50SE和OPPO Reno6的帧率波动也都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我在下载了PUB机这个软件之后 去使用60帧玩了吃鸡 其他参数保持了一致 虽然表现的都很稳定 但是细节的差异还是比较能看出来的 其中15分钟的王者荣耀分别是 OPPO Reno6平均帧率59.4 荣耀50SE平均帧率60.2 约20分钟和平精英 OPPO Reno6平均帧率59.1 荣耀50SE平均帧率59.5 由此可见 荣耀50SE的性能优化显然要更胜一筹 这主要得益于荣耀的GPU Turbo X 已经适配了天玑900 更好的激发了芯片的潜能 当然OPPO Reno6也没有落下太多 总体表现也是不错的 荣耀50SE和OPPO Reno6分别配备了一个66W和65W的快充插头 经过多轮的实际测试与记录 两款产品实际表现也相差不大 以本次为例 都能在5分钟时齐刷刷冲到23% 在15分钟内就能充满50% 非常恰当地表明了快充的第一要义就是给手机续命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 荣耀50SE采用的是单电芯双回轮的快充方案 由于只有一颗电芯 因此不会出现两颗电芯损耗不同而出现的不耐用问题 所以长时间使用的话 其实荣耀50SE的电池耐用性会更强一些 关于系统 其实我都是非常熟悉的 此次荣耀50SE搭载的是Magic UI 4.2系统 和OPPO Reno6的Color OS 11一样都是基于安卓11 虽然已经完全独立于华为 但目前荣耀的手机从UI到操作逻辑也都基本没有改变 荣耀50SE的系统方面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几个功能 比如指关节截屏 荣耀分享 侧边多开小窗口 它们是形成生态或者说用户粘性的重要环节 而OPPO的Color OS从7开始蜕变 到了现在的11也已经非常成熟了 我最喜欢它的自定义属性 即使是最细微的图标 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 当然有些地方我觉得OPPO也需要去改进一下 比如同样是侧边小窗口 OPPO却只支持同时最多打开两个 且个别应用不支持缩小与放大 也不能放置一边去待命 这一点我觉得OPPO可以跟荣耀好好的学习一下 通过这两天对荣耀50SE与OPPO Reno6的共同体验来看 我的感受可以廊括为两个字 舒适 这两款手机各有各的特点 当然如果非要去拼一下同平台的性价比 那么毫无疑问是选择更便宜的 便宜400元的荣耀50SE了 OK 感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 如果你觉得不错 欢迎三年